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随着这个19世纪末到 这个19世纪80年代以后 就是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这个完成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阶段 所谓完成阶段呢 就是它开始啊 随着它的这个经济强大以后 市民社会成立以后 就形成了什么 现代国家 建立了现代国家 也就是它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阶段了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呢 可以说现代国家 在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和批判 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新的任务了 它就不仅仅是研究市民社会 马克思当时研究市民社会 研究经济基础是什么 是强调经济的发展 一定要打破这个旧的 旧的这个政治国家 要过渡到这个新的国家 所以它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啊 来进行研究的 那么这个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后呢 实际上马克思 这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我们说 他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 这个12年当中啊 刚好是西欧资本主义 迅速发生变化的这个12年 所以马克思看到了很多西欧新的变化 同时在这个维吾史观上呢 做出了一些很多新的说明 对于他和马克思的一些先前的学说呢 也做了一些新的这个研究 也做了新的研究 特别是他写的这个 家庭私有日和国家起源 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创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家庭私有日和国家起源 它的特点是什么啊 关于这个家庭的研究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 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 那个时候都研究 在这个时期啊 强调维吾史观研究 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和家庭 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 他们都强调 但是他们主要的是从什么 从这个生产方式的角度啊 来进行研究 而且这个生产方式角度的研究呢 它因为是研究市民社会 它是和什么 政治经济学连在一起的 就是它包括对这个生产方式 对家庭研究 都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的 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这个人类学的兴起 所以马克思呢 开始借鉴人类学的资料 恩格斯也借鉴了这样一个资料 所以他们对这个家庭和生产方式的研究 除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以外 还包含了他的人类学视野 人类学视野 所以在这个家庭 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当中呢 就把这个人类学视野加进去了 加进去了以后就提出了什么 在生产方式 就是说家庭问题研究当中 有一个伦理的问题 有一个伦理理念的问题 这样呢就是这样一个 由于这样一个影响呢 所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在唯乌史官的研究上面 不仅仅研究生产方式的问题 同时研究家庭伦理和家庭起源的问题 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就形成了一个转向 所以呢 我这次讲的就是 恩克思啊 实际上在这个整个 从他的第一阶段 到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当中 有一个 层上其下的作用 就是有一个衔接作用 这个作用呢 不仅仅是他 创立了这个历史 就是说不仅仅是他 这个 创立了第二国际啊 就是他是第二国际的创立者 这是从实践上面 还包含理论上 有一个衔接的过渡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注意马克思和恩克思思想发展的时候呢 要注意恩克思的这样一个 对于这个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这样一个过渡当中 所起的一个环节性的 这样一个中介性的 这样一个过渡性的 这样一个作用 这是应该注意的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 也主要的说呢 严格的说呢 是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 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 到二十世纪的初这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的特点啊 它是以第二国际的 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 可以说是以第二国际的 马克思主义为主体 第二国际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样一个意义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形态的变化上来看 就是说它开始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欧洲各民族的文化 和无产阶级革命 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道路 走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民族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产生 这个民族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随着这个现代国家 我们说也叫什么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建立 也就是我们说的 现代国家建立 它是以法律为基础 以民族为单位的 以你这个国家为单位的 你既然是以国家为单位 以法律为基础 以国家单位为建立起来的 它就是不是要包含 它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特色 它就要显示它的民族文化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加上这个欧洲啊 它的这样一个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这样一个不平衡 所以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都要通过它自身的 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梭理 然后呢 才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 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当时的这个第二国家 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各民族的文化和无产阶级革命 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像这样一个过程 走上了民族化的这样一个道路 走上了民族化道路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理论形态 就是它的理论资源上啊 就是说如果说马克思 恩格斯那个时期啊 他们在自由资本时代 自由资本时代 它的这个发展 虽然有一些这个达尔文的 这样一些成果 但是呢 它用于这个家庭的分析研究呢 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 这样一个理论环节 那么在这一个时期呢 他们就利用这个达尔文的成果 以及当时的历史哲学研究的成果 特别强调这个历史哲学成果 从家庭和思想起源上 来探讨人类历史的文化起源问题 所以形成了它的维吾史观 可以说开发了这个维吾史观研究的 这样一个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项度 这样一个项度 包括他们对这个历史维吾主义原理的一个叙述 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候 他强调一种对历史维吾主义的 一种结构性的研究 就是说马克思那个时候 如果从理论上 他强调历史维吾主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一个结构性的关系 结构和动力 他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到了第二个时期呢 他就开始什么 对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研究 用一种起源学的方法 通过一种历史的叙述 一个系统的方法 把它叙述出来 他就 比方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比方说拉不了拉 他在讲历史维吾主义的时候 他就不是简单的讲 他就刚好反对这个因素论 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分为多少个因素 然后这个因素那个因素 他就不能那样研究 而是什么 把经济看作是一个一个总体 这个社会呢 是在经济的这个运作工程上层建筑 是逐步的进入 随着经济的要求 逐步的进入它的系统的 那就说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不同 为什么马克思那个时候 要做一种结构性的研究 因为它要什么 用经济的基础去打破政治国家 是吧 因为你经济基础和这个上层建筑 它是不适合的嘛 它一定要打破它 而到了我们说了 它建立民主国家的时候 它是什么 你所有的国家 当时的政治国家呢 是和经济 是反对这个经济发展的 它是不服务于经济的 而你上层建筑 这个民主国家的建立呢 它是服务于经济的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它具有经济的职能 它不仅仅是政治的 而且大部分就是管理这个经济 围绕你这个经济 你比方说信用体系的建立啊 什么它实际上建立这种生产关系 都适合经济的 所以它就会连就什么 它就描述啊 就不是把它们看着这个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种 绝对的一种对立性 要打破这个上层建筑 而是说你这个上层建筑 是怎么样进入我的经济体系的 它要连就这个问题 所以它把它看着是一种什么 用一种起源的方法 来描述它 它是怎么逐渐的进入这样一个过程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在历史维吾主义研究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 其实借鉴了恩格斯 晚年了很多思想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恩格斯不可忽略的这样一个环节 不可忽略的环节 所以在这个时期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维吾主 维吾史观的理论 也可以说在这个时期 维吾史观的理论 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这是第二国际 第三个呢 他们还有一个理论特点 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因为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这个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 提出了帝国主义现象的问题 帝国主义现象问题 所以这个时期的思想家 他们要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 就要建立马克思的 就是说明帝国主义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现象 特别是说明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 就创立了这个帝国 就要分析这个帝国主义现象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所以这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也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特点 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家 他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我们就说有了 一个是德国的梅林 就是一个是当时最突出的 最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就是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民族化的过程 一个是德国的 德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可以说是 马克思主义是个大国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 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 那么同时呢 他也是这个第二国家 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他的这个最接触的理论家 一个是梅林 白恩斯坦当然是德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们也会讲到他的思想 但是呢 当时呢 这个梅林 考制期 卢森堡 都对这个白恩斯坦的思想 进行了一个批判 就是展开他们之间的 这样一个斗争 这样一个斗争 这是他们的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代表人物 形成了这个德国马克思主义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法国 法国 法国最接触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当时一个是拉法格 这是马克思的二女婿啊 就是劳拉的丈夫 这是这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梭里尔 这是法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呢 是拉不了拉 拉不了拉是个大学教授啊 是那个 因为拉法格的他们都不是 那个大学教授 都是那个 拉法格是个医生啊 后来他还亲自参加了 那个巴黎公社啊 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 但是呢 但是呢 那个 拉不了拉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大学教授 他有很深的这样一个历史学的这样一个功力 继承了这个历史学的这个历史 意大利的这个历史主义的这样一个传统 历史主义的传统 那么还有呢 俄国的是普利亚诺夫 俄国是普利亚诺夫 就是说在这个 这其他的 就是说德国 这看来 既有西欧也有中欧啊 也有南欧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俄国 还有俄国 这个德国和法国呢 实际上反映了 这个当时比较发达的 这个工业资民主义国家的 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那么这个 意大利的 这样南欧呢 它实际上是反映了 这个当时 经济不太发达的 这样一个 就是刚刚后起的 这样一个 欧洲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特点 而俄国呢 反映了一个 从这个中法式经济 向这个资本主义经济 过渡时期的 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所以他们在哲学形态上呢 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 这个呢 我们在下面的 这个讲到 这个第二国际 也是我们这一学期 要讲的一个 重点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具体的这个 闪烁啊 闪烁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从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到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在这个时期 这个阶段上啊 也就是第三国际的行程啊 第三国际 如果这个前面是 第二国际的行程的话 那么这个是第三国际 在第二国际的行程当中 除了这个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俄国以外 那么其实呢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对后面起到 这个很重要影响的呢 一个呢 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我们不讲啊 但是我在这儿 讲一下 就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呢 就这个阿德勒 鲍威尔 这个能拿西法庭 就说他们啊 他们的特点啊 就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强调啊 用这个马克思主义 和新康德主义呢 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 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要重建了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西法庭啊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他的一个主张是什么呢 他和这个 和这个考词基 和罗生堡不同啊 这个考词基呢 他是强调是 以这个工业和农业 就是说以这个 生产部门 来区分东方和西方 因为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呢 它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联究东方和西方的问题 西方是资本主义世界 东方呢 是一个 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世界 这个资本主义世界 和非资本主义社会 怎么去发生碰撞 也就是说 你西方资本主义 如何使全球都成为 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帝国主义问题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看来 东西方的关系 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 比方说那个考词基呢 他主要强调什么 以生产部门 农业和工业的 这样一个关系啊 来讲这个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罗沙卢森堡呢 就强调用市场的关系 就是用世界市场 来讲这个东西方的关系问题 这个西方庭呢 他就强调什么 他说帝国主义现象 是一个金融体系 他强调这个金融 金融这样一个 一个体系的建构 一个问题 这个思想呢 实际上对这个列宁啊 这个写帝国主义论呢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啊 这个列宁在写 这个帝国主义论的时候 其中就强调 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建立 就强调这个金融啊 对于这个帝国主义时期 这个建立的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可以说呢 他们的这个理论呢 第二国际提出了很多问题 对整个二十世纪的 不仅对二十世纪初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我们这个世纪 直到我们今天 很多这个面临的很多问题啊 也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现在一些 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那么在这个反思马克思主义 在解决当代问题 比方说关于民主政治 关于这个帝国主义的问题的时候 也要返回到第二国际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重新思考他们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说他们的问题没有过时呢 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解决 他就没有过时 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理论就过时了 但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他还没有过时 人们还在返回去 去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然后来借鉴他们的成果 这是这个第二国际 我讲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因为我们讲了 这个第三国际的这样一个过渡的时候 就要回缩到第二国际 就强调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影响 感谢您的观看